小宫女一心只想出宫,却鬼使神差地被三皇子夺去了亲国,回到房间她努力地清洗着身子,却怎么也洗不掉刚刚的耻辱,好姐妹寻了她半天才找到,轻英,你怎么又在沐浴?轻英满眼含泪,我,我弄脏了,鱼儿担心地上前询问,轻英支支吾吾地回道,我感染了风红,怕传电影,你先出去吧,鱼儿走后,轻英才敢哭出声了,她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当初一起进宫的宁烟就是因为得罪了三皇子,如今孤零零地在冷宫狗,第二天,玉公公突然来 来到夜庭寻找宫女,轻英慌了,玉公公是侍奉三皇子的,难道是来寻她的?正当轻英准备过去时,却被姚映雪叫住,敏锐的姚映雪早已发现了,轻英和三皇子的事,她拿此事威胁轻英,若不想被三皇子知道,就把香囊给了,轻英以为这只是一个普通的香囊,姚映雪却心急地一把抢过,脸上一副得意的表情,片刻后,所有宫女都跪到了院子中央,三皇子一声令下,开始吧,玉公公立马让宫女们聊起衣袖,以便确认,宫 宫女纷纷撩起衣袖,没有任何问题,只有轻英,迟迟没有动力,轻英吓得冷汗直流,如果被三皇子发现,昨晚是她,那她就永远都出不了宫,此时玉公公发现了端倪,凑上前问她,叫什么名,轻英颤抖着回道,月轻英,下一秒,一只大手抬起她的下巴,俊美绝伦的脸,出现在眼前,看着我,说,昨晚是不是你?轻英双眼含泪,不敢说声,宛如一只袋子的高眼,地旁的摇影雪,突然跪地紧碎,随后撩起衣袖是才询问,殿下要找 好的,可是奴编,三皇子一把拽起姚映雪,一瞬间,熟悉的香味袭来,原来昨晚三皇子醉酒,根本不记得昨夜女子的模样,只能凭借香味来确认,就这样,姚映雪成功进入上阳宫,姚映雪松了一口气,她赌队了,举着香囊向轻英血泥,一脸的异量,轻英却心如止水,信信着自己躲过了一劫,姚映雪却处处找她麻烦,还把轻英叫去当贴身丫鬟,原来姚映雪的日子并不好过,自如上阳宫后,还没被三皇子处 于是姚映雪便让轻英拿着银子贿赂三皇子身边的刘公公,三天过后,三皇子果然召见了姚映雪,但按宫中规矩,贴身侍女要一起去,姚映雪虽一脸不悦,却不得不从,来到门外,姚映雪一脸得意,今晚你就在门外好好守着,看看殿下要的是谁,关门的一瞬间,看着屋内的三皇子,轻英竟不自觉地面红耳赤,轻英暗自懊恼,自己竟然会被她吸引,没一会儿,屋内就没了声音,随之而来的是一阵悠香,轻英刚觉得香味 有古怪便沉沉睡去,三皇子出来将轻英拗在怀里,为何这女子能让我躁动不安的内心平静下来,三皇子情不自禁地扶起轻英下巴吻了上去,内心产生了疑惑,那我,难道是你吗?一日,姚映雪一脸娇羞地走了出来,轻英不小心踩到裙子,一头栽倒在三皇子之中,轻英瞪大双眼满脸羞红,不知是自己的心跳还是三皇子的,轻英赶忙起身,请求恕罪,三皇子并没有怪,回到房间,姚映雪大骂轻英,轻英的无意之为,在她看来,就是 投怀送,她不允许好不容易得来的位置,被轻英抢回,为了得到三皇子的垂帘,姚映雪再一次让轻英去贿入刘公公,却没想这一幕被三皇子抓个证,见三皇子过来,刘公公连忙剧组,为了不被三皇子发现姚映雪的行径,轻英只好谎称,名字是自己的,三皇子眼神瞬间变得好,单手俯上轻英的小脸,其实你长得也不错,身上的香味也很好,轻英害怕地闭上双眼,她不想再经历那种事情,内心不断地说着,不要,三皇子却松开了手,声音� 轻英老道,可是,你竟也善于贵路收买他人,你真令本王失望,轻英双眼含泪,她本该高兴才对,为何心里这么稳收,夜晚,轻英伺候二人用碗扇,姚映雪为了给轻英教训,趁着轻英端汤时,狠狠掐住轻英大腿里,轻英面露难色,却不肯支撑,慌乱之际打翻了滚热的汤碗,姚映雪趁机大骂,并让轻英滚出去,轻英捂着被烫伤的手走了出来,迎面就遇上了一个穿着华丽的少年,少年贴心地 上前关心,轻英却并不认识他,还把他当成了三皇子的随护,少年很是惊讶,在宫中竟还有人不认识他,况且他这身,哪里像随护的,这是多没见过世面的宫女,少年只好将错就错,贴心地帮轻英敷上烫伤药,并把药膏留给了轻英,随后便蹦蹦哒哒地离开了,轻英竟被少年的笑容挽到了,两日后,轻英的手便已大好,心里暗暗想着,不知能不能再遇到少年,没想刚一出门,便看见了门口悠哉的少年,看见轻英 少年乐开了花,连忙询问轻英的手好没好,此时少年肚子咕咕坐下,轻英便把食盒递给了少年,少年一口气吃了八个,边吃边夸,轻英手艺了,当得知这是桂花糕时,少年眼底露出一丝忧伤,母亲最不喜欢桂花的味道,而且每次闻到都会大发脾气,见少年落寞的神态,轻英只好安慰他,以后想吃就来炒自己,随后便询问了少年的名字,为了不暴露身份,少年让轻英叫他小五就好,看着轻英的笑容,少年不自觉地夸赞轻英,你笑起来 真好,轻英羞红了脸,让他不要胡说八道,此时院外一群人在喊着齐王殿下,轻英疑惑道,五皇子,他们怎么找人,找到上阳宫来,少年却脸色一惊,可能是齐王来找三殿下吧,随后便起身,要一起帮着整,轻英一脸以母笑地,看着少年离去,随后收拾食盒,准备离开,可刚一转身,就碰上了三皇子,轻英内心暗闹,怎么总是冤家入者,三皇子却反咬一口,为什么本王在哪里都能看见,你是不是想勾引本王?夜晚,轻英刚走到门口 摇映雪就被三皇子赶了出来,为了安抚三皇子,摇映雪直接把轻英推了进去,轻英颤颤巍巍地走到三皇子身边,三皇子没烧一天,是你,轻英被吓得痘大的汗珠,顺连他,三皇子漫不经心道,今晚就你上夜吧,关门,轻英慌了,难道自己在这陪他一夜?轻英连忙上前,要帮三皇子去叫人,陪请侍女,刘公公一定要安排,三皇子眼神足利,本王说的话,你敢不敢,轻英不敢再反抗,起身便去关门,不知今夜这三皇子又想干嘛,正当轻英� 没上过夜,轻英一愣,三皇子又道,不,轻英直接吓到诗语,三皇子叹了口气,去把竹台熄灭,竹台熄灭的一瞬间,轻英觉察到这香味不对,随后便脸色潮红,浑身发热,难道这香味有让人意乱情迷的幻觉?轻英使劲掐着骨口,让自己清醒,可脑海中还是浮现着那碗缠绵的画面,三皇子打断了轻英的思绪,查,轻英不禁吐槽,他怎么这么,刚喝了一杯,这又死,待轻英举着蜡烛走上前,三皇子一把将轻英搂 在怀中,开始上下乱摸,轻英大喊着不要,况且,自己手中还有蜡烛,看着三皇子,狐手熄灭蜡烛,轻英被吓了一跳,只见三皇子双眸含情,现在该谬动,轻英大喊着不要,整个人都被三皇子压在身下,不要,不要停下马,轻英满眼含泪,声嘶力竭地喊着不要,却直接被三皇子吓到诗语,你是想让所有人都知道吗?是啊,如果被别人知道,他就再也不能出宫了,无奈的他,只能任凭三皇子亲吻,轻英双眼含泪,一狠心,便咬破了三皇子� 三皇子大怒,你胆子不小啊,竟敢咬我,轻英带着哭腔恳求着,自己是爱上夜的,不是陪业的,三皇子眼底闪过一丝不悦,本王想要,你就得给,跟本王玩欲擒故纵嘛,本王可不是这套,说着,一把扯下轻英的衣服,洁白的肌肤,展现无疑,与此同时,三皇子也发现了,轻英并没有手工杀,你可知,宫女失节是死罪,轻英默不作声,如果被三皇子发现,那晚是自己,他一定不会放过自己吧,见状,三皇子也问出了心底疑惑,胡兴婷那一 是你吗?轻英却连连否认,必让三皇子治罪,因为皇宫内,宫女失去手工杀,便是死罪,三皇子轻轻了起轻英秀,我不会治你,凑上前,轻秀轻英的三千发丝,沉映道,风流的王爷,沸风流的婢女,是吗?可此刻轻英的内心,却莫名的酸楚,我的男人就是你了,三皇子轻子轻英的左股,这里,也不是第一次被吻吧,轻英大喊着不要,却再一次激怒了三皇子,在我面前,最好不要耍花招,轻英抓紧裙子,眼看着三皇子,一点没有停下来 他的意思,心里五味杂陈,不能再让这个人夺走自己的一切,可轻英越是拒绝,三皇子越是兴奋,一把扯坏了轻英的裙子,看来你们的关系不怎么样吗?轻英一阵无语,既然我也是别人的女人,殿下你就放了我吧,三皇子没烧一条,今晚我就让你忘了,本王绝对不会比他差,轻英慌了,整个身体都在拒绝,轻英摸索着,找到一个茶杯,摔碎了,拿着碎片底的身前,三皇子眼神很利,怎么,你要谋害本王?轻英颤抖着身躯,奴婢不敢,奴婢只求殿 说着,便将碎片抵在锅肩,若殿下不愿,无必唯有一死,看着渗出的鲜血,三皇子一把读过碎片,将轻英拉倒身前,你真的不想为本王陪情?轻英疯狂地点头,强扭得刮不甜,本王不再碰你,轻英松了一口气,刚要下床,却又被叫了,轻英本以为三皇子难回,三皇子却一脸傲娇,给本王穿很衣服,轻英战战兢兢地走上前,衣服却突然滑落,轻英有些尴尬,怎么每次都这么狼狈,三皇子却一脸无限,慌 你浑身上下本王都看遍,夜晚,看着熟睡的轻英,三皇子心生疑惑,你到底是什么人,竟能让我难以自控,看着轻英,三皇子竟情不自禁,又吻了上去,一日,轻英在床上惊醒,自己明明在地上,为何会在床上醒,三皇子却堵豪道,还不是你自己半夜爬上我的床,看着自己凌乱的裙子,轻英有些迟疑,这样子要走出去,下一秒,三皇子便扔完了自己的衣服,本事关心,却还是趁怒道,快点走,本王还要去上潮呢,轻英刚一出门,就被姚映雪身边的 摸摸叫出去,就连换身衣服的时间都不过,刚一进门就被姚映雪打骂,你昨夜没回来,得知轻英在三皇子房中过夜,姚映雪二话不说,就把轻英打了一顿,轻英极力解释,却根本没有,原来姚映雪发现了,用来贿赂刘公公的银子,轻英根本不送出去,竟怀疑轻英拿银子为自己哭露,殿下这才留轻英过夜,姚映雪越想越气,恨不得将轻英打死,她等了这么多年,终于上了,她不允许任何人抢走三殿下,听着姚� 一句句谩骂,轻英内心一阵苦楚,她只是想出宫而已,为什么永远逃不开宫中的内部,眼看着轻英快被打死了,一旁的魔魔赶紧解释,三殿下真的没有宠信轻英,上阳宫的规矩,殿下宠信任何人都要入册记载了,意识到自己误会了轻英,姚映雪还是以轻英偷银子为由,狠狠踩了轻英一脚,白出气,此时三皇子走了进来,姚映雪一脸谄媚地迎了上去,三皇子刚要吩咐事情,却瞥见了一旁奄奄一戏的轻英,怎么 不会是,姚映雪解释自己是在教训女币,因为轻英在宫里偷东西,三皇子眼神轻了,这包银子是女的啊,是,是妾身要赏给刘公公的,三皇子瞬间眼神狠立,好,很好,吓得姚映雪连忙转移话题,殿下来找妾身,是有什么事吗,三天后玉兰家节,父皇和母后要到上阳宫举办家宴,此事本宫交给你来办,姚映雪立功兴切,一口硬了下来,姚映雪本想再献殷,却直接被三皇子打发去帐房里的银子,姚映雪走后,三皇 三皇子联系的将轻英猛弹了,看着轻英红肿的手背轻轻吻了上去,轻英一时没反应过来,竟还觉得殿下的吻劲会这么吻人,反应过来后,连忙抽开手,三皇子却小心翼翼的询问着轻英身上的伤势,神功中,你要懂得学会自我,说着,便情不自禁地吻上轻英,直到喘不过七二人才分开,三皇子继续在轻英几间游走,不知为何,每次遇到轻英,他都无法控制自己,两人之间的气氛到了零点,本王想要你,轻英一听,立马将三皇子推 大喊着,不要,三皇子皱了皱眉,你是还想着你那个男人,轻英低下眉梢,沉默不如,两久,三皇子失望地起身,如果你再遇险境,可以通报本王,听说轻英受伤的消息,小五一大早就跑了过来,见小五紧张的样子,轻英连忙解释自己没事,很快就能为他做好吃的典型,小五却满脸羞红,他才不是为了好吃的典型,可怕到嘴边又不敢说出口,轻英温柔地抚摸小五的头,我知道你是关心我,谢谢你小五,随后小五问了明晚夜宴的事,再得知轻英不会出现,小五松 一口气,夜晚,轻英远远就听到了红威绿和妾妾私语,原来姚映雪为了自己出风筒,把小妾们都进了足,听二人的对话,好像是要对付姚映雪,轻英本不想趟这趟浑水,刚要离开,就被小宫女叫住,夫人让她回来拿暖炉,但她肚子疼得厉害,只好把这个重任交给轻英,轻英一阵无语,但想着,只是送个暖炉,应该不会有事,到了宴会,看着几位皇子都娶了亲,皇后便也催促起五皇子,轻英听着声音耳熟,却不见五皇子人, 只见五皇子一脸尴尬躲在桌上,窃口自己杯子掉了,轻英立马上前要帮忙找杯子,可看清楚五皇子后直接惊呆,小五,五皇子小声解释着,自己不是故意的,轻英神色黯然,原来她就是所向披靡的少年将军,裴元峰,轻英连忙退开,奴婢之前失礼,片刻后,姚映雪准备了杏仁茶,为大家解议,轻英刚接过就闻到了一股桂花香,想起之前五皇子说的,那就是说,皇后最不喜欢桂花的味道,红威他们说的,应该就是这事,若是姚映雪出事,作为 奴婢恐怕也会失去出宫的机会,轻英果断将带有桂花香的茶换了下来,还没等皇后喝下,摇影雪便突然倒地,腹痛不止,轻英一时放了神,难道欣人茶里有多,可红威他们不可能为了整摇影雪向皇后下来,正当轻英愣神时,四皇子一口咬定,是轻英下的毒,轻英换信仁茶时,正巧被他看了,轻英内心大呼不妙,皇上立马下令将轻英抓起来,轻英大喊着,不是自己,三皇子紧握拳头,可此刻他说话,只会火上浇油,五皇子挺身而出,解释 但是轻英不会向母后下毒,看着自己儿子都来求情,皇后更加认定,轻英必是受人指使,而轻英也意识到,这是难不成牵扯到了皇室内,三皇子阴沉着脸,一言不发,轻英鼓起勇气质问四皇子,为何刚刚看到他动手脚,却没有阻,四皇子解释,他没想到,小小宫女竟会下毒,况且,像他这种宫女,不用刑,是不会说真话的,皇上立马下令用刑,太子和五皇子直接上前,父皇不用,皇后心中不悦,这小宫女竟然能让太子和齐王都为他求情,于是立马将 矛头指向三皇子,三殿下,这件事是你事先操办的,我看他也脱不了干系,姚映雪下的连忙求饶,他根本不知道咋回事,可此事是他操办的,自然要为此事父母,皇后剑动不了轻英,直接把火,全撒在了姚映雪身上,来人把他拖出去,仗毙,姚映雪立马转头向三皇子求救,三皇子将姚映雪搂入怀中,凡是我的东西,他都会毁掉,这次只能委屈你了,姚映雪一愣,颤抖着告诉三皇子,那往狐心亭的人不是他,若殿下能救他,就会告诉殿下, 那个是谁,三皇子看着远处的轻英,不用,我知道他是谁,随后一脸冷漠地看着姚映雪,任气被人拉了出去,皇后见状询问三皇子,如何处置轻英,三皇子表示,等查出真相,再行定罪,五皇子还想帮轻英辩解,却直接被皇后剥回,此女诡计多端,必须从她嘴里,查出幕后指使者,于是,皇后向皇上请求,既然事发在上阳宫,那这件事,就交由三殿下来查,皇上一口答应,并让三殿下,一定给皇后一个交代,可看着太子,皇后心生疑惑,太子一向沉� 却帮小公里说话,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众人走后,四殿下必把将轻英推给三皇子,并警告他,宫里宫外都在关注这个事情,希望他一定要领风办,为了保护轻英,三皇子只好先将轻英关押,轻英却面如死规,明明想要逃离,可他还能活着离开,大牢内,五皇子为隐瞒身份,向轻英道歉,轻英虽不怪他,但身份悬殊,皇子终究是皇子,这份珍贵的姐弟情,轻英会藏在心底,一日,轻英正夜便看见了四皇子,而自己也被带进了一间时事,四 四皇子为了让轻英将幕后指使供助,竟私自给轻英用心,说,是不是三殿下指使你了,手指钻心的痛袭便全身,此刻轻英才明白,什么轻者自清,他们根本不是醒了真相,他们自始自终都是想把罪名推给三皇子,再次醒来,身边竟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罗子,你为什么不招认呢,只要你说出对方想听的名字,就能免受皮肉之苦,轻英根本不知道背后主使是谁,就算招供,也是诬陷,老头也对如此有补气的轻英来了信任,可轻英不是有补气,他是相信公务,老头没间紧锁,这个世上还有公务 皇家说的话,哪怕他们明知是错,只要他们坚持,那就是公务,轻英不相信,他认为的公务是心之所向,是真正的公品,老头意味深长地看了眼轻英,难得有人和他一样疼一疼,说吧像手心,吐了几口口水,直接抹到了轻英受伤的手上,轻英虽觉得脏,但也不好说出口,老头却解释道,他一身血缩,皆为营药,随便一口吐沫都比那些伤药管用,而被他抹过的地方,轻英真的感觉不疼啊,轻英虽对老头有些好奇,但老头似乎没有暴入身份的打算,与此 同时,三皇子也查到了不要来自江南,五皇子听说,四哥对轻英私自用刑,很是担心,可如果他们贸然去救,只会让轻英吃更多的骨头,四皇子敢这么大胆,背后定是有皇后的音域,三皇子嘱咐五皇子不要轻举妄动,如果皇后知道自己儿子这么关心一个公女,恐怕也不会放不轻英,而且这是牵扯进了太子,他们必须尽快想办法,救出轻英,另一边,轻英被四皇子折磨了数语,总是半夜将他叫醒用心,就连见惯生死的老头都看不下去, 净动了侧隐之心,抢得轻英出去,可这里是天牢,就算给轻英插上翅膀,也没用,此时,一名蒙面男子闯了进来,说是要接药老弟子,可老头倔强,没找到要的东西,不肯提高,蒙面男子劝慰,你已经找了二十年了,也许早就归于尘土,又何必执着,老头却反问道,这些年你年年来,咱们谁更执着呢?轻英在一旁看得一愣一愣,蒙面男子也发现了轻英,轻英的案子,他也听说了,三皇子今日就会公审死来,连皇帝和皇后都会去 听审,如果他所料不差,那位四皇子,一定会在今天,让轻英开口,如果轻英不招供,那么就永远也开不了口,此时,四皇子又带人来逼供,可轻英还是什么都不肯说,四皇子眼神很利,既然你不肯说,那就别怪我了,听审这天,四皇子早早就要带走轻英,想在听审前,让轻英永远都开不了口,可刚出牢门,就被三皇子堵个正整,月轻英由我带去候审即可,四爹,你这几日忙坏了,休息休息吧,四皇子暗自傲慢,就差一点,而一旁的侍卫,也因私自 带一犯人,被三皇子,罚了五十军棍,轻英以为,三皇子是来救自己,心中的小鹿,不自觉地乱蹦,可下一秒,又被拉回现实,来人,把犯人押往刑部,听后审讯,轻英不禁自嘲,原来自己想多了,到头来都是死路一停,就在轻英愣神的时候,三皇子突然回头,俯身在轻英耳边轻声道,放心,我会救你出去,来到大殿,皇帝皇后早已热作,看着受伤的轻英,太子立马质问三皇子,怎可对若女子须得成招,轻英解释道,不是三皇子,身后的四皇 一脸的意读,是我,毒害皇后非同小谱,不用一点手段,犯人怎么会招供,三皇子轻枉地问道,那犯人招了吗,四皇子瞬间没了气势,这死压的嘴粉,三皇子嘲讽道,也就是说,你什么也没问出来,四皇子却一脸无限,既然三哥这么有本事,那让我看看,你能问出什么,说吧,三皇子问轻英当日,对皇后的膳食,做了什么手机,轻英如实回答,自己将被加了桂花的杏仁茶调换,皇上询问轻英,如何得知皇后不喜桂花问,轻英解释自己,偶然听齐王殿下 说起,此话一出,四殿下更是一口有定,桂花就是轻英下的,贵的就是掩护背后的毒使者,轻英终于意识到,无论他说什么,四殿下都会把罪责栽赃到他身上,就是要置他于死地,殊不知,三皇子早已找到下桂花的人,并且,让他们认罪化压了,下一刻,红威绿和便被压了上来,红威当即承认了,自己为了陷害姚应许,这才一是胡,皇后却一领无悦,三殿下,本宫要找的是下毒之人,你莫要避重就轻,四殿下更是补刀,有 三皇子却调侃道,你若有本事,就不会对我的婢女动用私刑,还问不出一句话,四皇子背对得哑口无言,而三皇子也查到了,毒药里有一味独特的药材,喜福啊,此花生长在南方,所炼制的丹药,也只在非市交易,一听南方,皇帝攥紧拳头,南方多发暴乱叛军,如今竟将手伸到了皇室,皇帝立马问三皇子,打算怎么安排,三皇子则表示,线索在人方,明日擦遍启城南下,彻查此事,给皇后一个交代,也还涉案者的个亲衣,皇帝甚是满 随后又询问了,如何处置青衣,三皇子一脸认真,他设置其中,我便带他一起去南方,青衣听后,一脸不可置信地抬着三皇子,太子立马出面阻止,不可,南方形势如此混乱,你带着他不安全,三皇子转身,冰冷了,太子殿下,我的侍女,我自会保护,不劳您操心了,两人剑拔弩张,一时间气氛有些紧张,此时,皇上开口打破僵子,老三,即使你俯上之人,你自行处理吧,三皇子眼神坚异,公身礼命,反观太子垂眸不语,一脸的 回去的路上,四皇子上前调侃,三哥,你可真疼爱这个女人啊,连出去都要带他身边,三皇子斜眼瞥了一眼,冷哼道,不带着,难道要等被你玩坏了,还给我吗,四皇子冷笑一声,这话说的,我可是一直很明相惜玉的,不过三哥,好像,二哥和五弟都对他有一则,青衣刚想出生辩驳,却被三皇子阻止,不必理会他,此时下人将放桂花的两人压了上来,殿下,红威他们要怎么处置,三皇子看着二人,眼神冰亡,各打二十大把,遣散出府吧,二人哭得梨花呆 殿下,不要啊,饶了我们吧,一日敷七百日恩,求您放过我们吧,三皇子眼眸一沉,本王,从未与你们,有过夫妻之事,红威一脸不可置信,怎么可能,那之前,三皇子压低声音道,那是因为,你们事情时的迷香,随后立声道,都给我带下去,青衣不禁陷入思绪,迷香,难道是那晚摇映雪事情时,我闻到的,一个大胆的想法,涌上心头,莫非,他对所有事情的女人,都用了迷香,眼前的景象,慢慢变得多,青衣只觉头晕目眩,一头变向后栽头,还好三皇子,一把将 青衣摸在怀里,可无论他怎么呼呼,青衣还是昏迷地走,眼角的泪,慢慢滑落,不停地喊着,不是我,我不知道,三皇子很是心疼,真是个倔强的女人,他亲手抚摸着青衣的额巾,好了,我知道了,别怕,以后我会把你带在身边,保护好你,青衣渐渐平静了下来,潜意识里能感受到,那从未有过的温暖,说要保护我的人,他是谁,青衣一觉醒来,身上的伤已经包扎好,还以为都是鱼儿帮他包的,鱼儿解释道,你躺在这里的时候,就包扎好了,我还以 男子,小五,想了想,不对,应该称他为齐王殿下,鱼儿一脸坏笑地凑上前,青衣,我看齐王殿下,八成是喜欢的,爷下说,他是皇子,怎么可能喜欢一个闭女,我看也未必,此时门口,响起敲门声,鱼儿一喜,一定是齐王殿下,兴冲冲地跑去开门,可站在门口的,不是齐王,而是一身白衣如雪,容貌清俊倦勇有的男子,他站在阳光下,恍如折仙,裴元修,他怎么会来,鱼儿翘脸一白,扑通一声跪了下去,太,太子,奴婢 拜见太子殿下,裴元修慢慢地走了镜子,看了他一眼,退下了,是,奴婢告退,鱼儿小心翼翼地走了出去,屋子里又只剩下了二人,青衣跪地,奴婢拜见太子殿下,太子大可换人来传奴婢,屈尊来子,奴婢惶恐,太子似乎意识到了什么,皱眉看着青衣呼闪的眼睛,突然问道,你在怕我,青衣低着头,太子乃是国之储君,威风凛凛,无怒自威,人见人妾,理所应当,那为什么,当初在那层,你从来没有怕过,青衣抬起头, 不知如何回答,抬起头对上太子那双温润的眼睛,你为什么要怕我,像是看穿了他的心,太子说道,青衣,你是因为我对贺家的处置,觉得我太无情,所以怕我了,是吗,他轻叹了赌气,你可知道,我为何要默许四弟的作用,贺青舟在背地里勾结南方暴客,若不言成他一家,只怕牵连下来,就不是一个抄家能平息,贺连生男生一向,他被四弟收容,只用伺候四弟一人,不要发费赛外,只怕他的下场,会比娼妻更早,听了他的话,青衣恍然大悟,确实如此, 可青衣没想到的是,太子居然会来向他解释,青衣,其实我,看太子似乎还想说他,青衣轻轻地开口,断了他的话,太子殿下宅心人后,是奴婢于桌,没有参透其中的身影,青衣低垂着眼睛,能感觉到太子的目光在看着他,但我却始终没有再去面对他,不知过了多久,太子长长地叹了口气,青衣,即使有一天,你看透了我,我也未必能看透你,有时候,我真希望,我还不知道你的话,而你,你还留在内藏阁,还能为我,递过来一本书,小宫女长相貌美,温柔 可人,不知不觉中,引得三个皇子,为他争风吃醋,可他却一心只想着,快点出宫,太子走后,青衣一个人发呆,太子离开时的背影,让他觉得有些记忆,此时,鱼儿走了进来,喊了几声青衣,也没有回应,走到青衣身边,给他吓了鱼儿,鱼儿调侃道,看花看吃啥了呀,莫非,你对太子,青衣连忙上去无所,鱼儿,你又要胡说些什么,鱼儿看了他一会儿,认真地说道,青衣,你被关进天牢的这几天,太子一直在为你四处奔走,听说太 太子还去求过皇后呢,青衣心里猛的一惊,他居然会为了我去求皇后,鱼儿非黑一笑,可不是吗,所以我说他喜欢你啊,不,他不可能喜欢我,他身边有清国京城的美人为妻,谁会爱上我这样平凡的宫女呢,太子是个好人,对谁都会这样,鱼儿,你别再胡说了,看着青衣淡然的样子,鱼儿也只有咳咳嘴,没再继续这个话题,青衣呢难道,我现在只想顺顺利利的出宫,鱼儿一脸欣喜,放心吧,再过两个月,我们就可以出宫了,夜晚,二人刚睡下,三皇子的随步就来了 青衣姑娘,三皇子传照,青衣安慰着迷迷,呼呼醒来的鱼儿,没事,说完,便起身出门,这位公公,三殿下这么晚传照我呢,是什么事,那人笑了笑,这么晚传照你过去,当然是上夜了,青衣心里一惊,摇映雪都已经死,怎么也轮不到他去上夜啊,不管怎么行,脚下的路,还是慢慢地走了,等青衣一抬头,已经到了起店大门前,殿下,人到了,那随乎在门里,拜,回头对青衣道,进去吧,进到房间,青衣微微有些颤梦,跪地轻声道,如毕,拜见三殿下,三皇子 套坐在床头,一袭黑衣,几乎融入了夜色中,那双金光内领的眼睛,熠熠生辉,平静地看着他,熄灯吧,青衣有些意外,小心翼翼地点头道,是,一切,好像都和那个幼子,也是静谧地,带着一点说不出的紧绷感,青衣在漆黑的夜里,睁大了眼睛,一点眷意,听着三皇子均匀的呼吸声,不觉到了半夜,茶,淡淡的声音,微慢地响起,青衣起身倒了一杯茶,送进了微慢,三皇子没有接着,而是一把抓住了青衣的手,男人表面冷酷无情 心里却把女人当成宝,青衣将茶杯递进莲罩,却被三皇子一把抓住,这一次,青衣没有惊慌失踪,心想,又想像上次一样欺负,青衣咬着下唇,用力挣扎,要把手抽回来,殿下,你抓捅我了,微慢里响起了一声轻猛的笑,三皇子慢慢地坐直了身子,怎么,觉得自己委屈了,青衣俯身低下头,奴婢不跑,突然感觉到,手腕上一身,被三皇子用力一拉,一下子跌倒在了床榻上,这一次,青衣彻底的慌神,三皇子俯身冷冷道,月青衣, 这上阳宫中女人这么低,可本王想要保住的女人,你还是第一个,青衣的心狠狠地一颤,身子也哆嗦了一下,殿,殿下你这是何意,三皇子俯身低下头,声音很是轻弱,受了罪,总比没命强,青衣心中一惊,难道他是为了保护我,才把我关进毛里的,三皇子接着说道,这个皇宫也只有我跟他儿子争皇位,他自然不会放过,她,是皇后娘娘吗,三皇子没有作声,两人沉默了半想,青衣以为三皇子睡着了,正犹豫着自己是不该试下去,青衣悄悄地准备下床, 三皇子突然满眼哀伤,你也要走,看着三皇子的表情,青衣一愣,心中竟然有点心疼,反应过来后,连忙解释,奴婢只是想再为殿下道悲惨,三皇子又恢复了冷酷的表情,不用了,随后一把抓过青衣,看着青衣受伤的手指问他,还疼吗,青衣有些惊讶,已经好得差不多了,三皇子松了鼓气,幸好本王没有太吃,青衣满脸的疑惑,殿下,你,片刻后,三皇子补身轻微青衣,青衣有些害怕,你难着不要,三皇子坏笑道,不要,这是欲擒 不纵,随后霸气的贴在青衣里边说道,走啊,笑,要,死你,青衣下个连连后,殿,殿下,奴婢的伤还没好,三皇子似笑非笑,问道,就是说,等你好了就行,那,等你,青衣一脸的声无可,不是这个意思,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小宫女一心只想出宫,却没想不知不觉中,竟然喜欢上了三皇子,却不自知,青衣躺在三皇子身上,一动一动,回头瞄了一眼,紧张的,不要喘不气,见三皇子醒了过来,青衣红着脸就要起身,却直接被三皇子暗了,别动,你 是唯一的例外,青衣一惊,心里有些疑问,刚想说话,又被三皇子暴露,我很累,别动,青衣就这样,听话的一动一动,小心脏扑通扑通的,完了,心跳声那么大,会不会被他听到,两人就这样平静地过了一晚,一日清晨,青衣看着还未醒了三皇子,不禁感叹道,没想到,他也会露出这么平和的表情,他到底承受了多少压力,青衣亲手俯上那熟睡的脸,如此俊美的脸上,竟看不到一丝笑容,正想着,三皇子却突然醒了,两人四目相对,青衣瞬间慌神, 殿下,你,你,我,三皇子俯身在青衣耳边轻声道,你已经是第二次爬上本王的床了,青衣一惊,我哪有,昨晚明明是殿下你那样,哦,我哪样,青衣一时雨色,你,你就那样,三皇子俯身抬起青衣的下巴,是这样吗,青衣有些慌乱,想赶紧逃离,三皇子调侃道,怎么,只允许你偷看本王,本王就看你不得,青衣心下一惊,难道他刚才就醒了,羞红着脸道,是奴隶乐举了,三皇子将青衣揽到怀中,想看本王,就正大光明地看,不 不想看,哦,我怎么觉得,昨晚没继续,你有点失望了,青衣顿感无妙,赶紧插换了,殿下,您,您要早潮了吧,无妨,本王今日身体抱恙,青衣顿时无语,这人可真能睁眼书相,沉默了好一会儿,外面突然传来了玉公公的声音,皇上驾到,二人同时大惊,皇上,他为什么不在这个时候,来这里,小宫女天资角色,竟然被两个皇子争强,听到皇上来了,二人同时坐着身,皇上,他为什么不在这个时候,来这里,青衣一脸诧异,急忙要起身,谁知三皇子却一身手 将他又摁回了床榻上,青衣一波不紧地看着他,只听他低沉着声音道,躺下别动,说完,便起身整了整衣冠,然后掀开珠连走了出去,只见皇上慢慢地走进了,他一身明黄色的笼,额观伯代,一美飘然,走到了裴元号的面前,儿臣拜见父皇,起来吧,皇上挥了挥袖,裴元号立刻站起身来,道,不知父皇一大早到儿臣的请殿,有何要事交代,你打算什么时候去南下茶,父皇,儿臣打算,今天就动身,哦,不仅是皇上,连在床榻里的青衣,也暗暗 吃了一惊,这个人做事,真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先手,既然今天就要动身,想必你早已经准备周全了吧,谢父皇关心,儿臣早已经准备妥当了,他们一边说,一边慢慢地走的,皇上顺手翻了翻桌上的基本书字,似笑非笑地道,这几本古籍倒是藏书阁中没有的,你从哪里得来,儿臣是从内藏阁借约的,哦,内藏阁,说到这三个字的时候,皇上的音慢慢地拖长了一些,回头看着他道,那个叫月庆英的宫女,就是内藏阁的吧,是的,父皇怎么突然又提起他来了,皇上把一本书递给 三皇子,漫不经心地说,既然这个案子还没什么,不如就让他先回那趟阁吧,见老三没有接,皇上看了不起,三皇子微微调了调骂,脸上露出了一丝两人的笑话,说道,父皇日理万机,国务繁忙,居然会突然关心起一个小公寓的去掉,莫非,有人在父皇耳边说了什么,他说着,又淡淡一笑,是皇兄吗,有意思,月庆英不过世,儿臣身边一个小小的侍女,居然也能让当朝太子如此关系,皇兄他还真是事无巨细,皇上微微醋眉,也听出了他话风带子,说道,元昊 正不想看到,你们兄弟,因为一个女人伤了何解,陪元昊立刻笑了起,父皇过滤了,儿臣则会与皇兄不默认,那就这么办,他现在在哪儿,陪元昊笑了笑,他现在在儿臣的嘴巴上 什么,皇上一听这话,脸色巨变,元昊,你,陪元昊说道,父皇,儿臣这次能想,还打算把他也带上,这一次,皇上没有这么慢慢开,元昊,你一直以来都很清醒,正希望你知道自己在做着,回复皇的话,儿臣当然知道 好,就一女,说完,皇上已经起身,走到门口,又回头道,何时动身,三皇子俯身一半,而臣去向母妃辞行之后,就动身,听了这句话,皇上的眼中,又闪烁了一点黯然的光,沉默了一番,哑然道,带朕,看看他 是,男人妻妾成群,夜夜声歌,却没想,男人竟从未碰过这些女子,轻英跟着三皇子,一路来到陵水的波塔,一个宫中最深忧,也最神秘的女,更是三皇子的母妃,也就是当朝皇贵妃的居宿 裴元昊走到了大门前,朝里面一撩钱筋跪下了,儿臣拜见母妃,禁闭的大门里,响起了一个声音 你怎么来了,儿臣,今夜要动身来下,特来向母妃辞行,哦,佛堂里安静了一下,大门慢慢地被打开了 那悠长的开门声中,一个穿着长袍的女人,慢慢地走到了门口,今日就要启程,轻英一抬头,就看到了传闻中,那位神秘的黄贵妃,不知为什么,竟然有一种莫名的熟悉的感觉 这时,黄贵妃静静地开口了,为何难下,儿臣要去办一件事,黄贵妃沉默了一会儿,轻轻道,南方多报客,杀多未耕耘,你难下,要小心 儿臣知道,多谢母妃,这时,黄贵妃的目光,又落到了轻英身上,她是谁 轻英急忙拜道,奴婢月轻英,拜见黄贵妃 奴婢,黄贵妃看了轻英意,威促眉间道,元昊,这还是你第一次,带人来我这儿啊 陪元昊淡淡道,她是而成的贴身侍女,黄贵妃又看了轻英一眼,起来吧,转头嘱咐三皇子,你自己一切小心,说完便慢慢地退了 那轻瘦的身影,慢慢地,引溺入了佛堂会暗的光线,然后,大门慢慢关上 陪元昊站了起来,又看着那禁闭的大门徐几,这才转过身 轻英没有说话,严盲跟上,轻英被三皇子刚刚的感情震惊到了 那一瞬间,她的面上,如同一潭词,到底在她身上,发生了什么 这一路轻英跟她腾生,她走得不急不慢,但一直没有停下走,花瓣从树上慢慢飘落 轻英看着那高高的红墙,心中有些落,什么时候,自己才能真正越过这堵墙了 此时红威出现,叫做二子,名女,拜见三殿下,三皇子冷声道,起来吧 红威吞吞吐吐道,殿下,名女有一事不明,可否让月轻英回避 三皇子依旧面不堵塞,你但说无法,红威顿了顿,殿下令人说了 我们并无夫妻之时,是真的,守宫杀已贵,殿下真的没有爱过我们了 一心想留在宫中的女,红威得到垂怜,反而一心想出宫的,想走也走不了 轻英从红威的对话中得知,三皇子至始至终,都没碰过那些妃子 红威满眼含泪的,和三皇子告别,轻英却很是羡慕,即便所求之事一场疯 好歹,他们也算能平安出宫 轻英正想着,一个没注意,就撞上了三皇子,在想什么呢 轻英捂着鼻子,奴婢,奴婢不敢 三皇子把轻英逼到墙子,你是不是在想,什么时候才能逃出这片宫墙 轻英暗自吐槽,他会读心术吗,他怎么知道 三皇子笑了笑,你都写在脸上了 轻英听着就来气,这个骗子,肯定又在耍我 刚想逃离,就被三皇子一个壁咚,所有女人都想到本王身边 为什么你却想离开,轻英又羞又怕 殿下身为皇子,奴婢只是个宫女,不敢妄想,不敢 还有你月轻英不敢的事,轻英害羞的别过头 殿下谬赞,没等他反应过来,三皇子的凉唇就赢了上来 许久后,二人才分开,三皇子温声道,做本王的女人 轻英一听就慌了,殿下,殿下不要 三皇子眼眸一尘,就这么讨厌 轻英低下头,奴婢不敢,女婢指示 三皇子皱了皱眉,一把拽过轻英 吏声道,难道你心中你另有他人 没等轻英解释,三皇子直接拽着轻英就 宫门口一对马车,早已经等候在那 部位一看到裴员后的身影,上前道 三殿下,属下等已等候多时,准备启程吧 这时,一个窃窃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轻英,轻英回头一看,竟然是鱼儿 鱼儿,你怎么会在这里,鱼儿双眼含泪 我是来给你送行的 三皇子见状,松开了轻英的手 轻英顿了顿,谢,谢殿下 鱼儿眼角还挂着泪,轻英,你会回来吧 轻英苦笑着,等我回来 可能你已经被大赦出宫了,别记保我 鱼儿再也一指不住扑诉道,玉公公说 只有你从南方平安回来,出宫大赦名单上 他会有我的名单 男人为了不让女人离开自己,竟然用他的好朋友作为威胁 轻英大吃一惊 难道是三皇子交代的,他在这宫中 除了鱼儿,已经没有任何可以牵挂 所以,三皇子才用鱼儿来牵制他们 只是怕他半路逃跑,鱼儿双眼含泪 轻英,你一定要回来啊 轻英上前,抱住鱼儿安慰了 鱼儿,放心吧,我会回来的 马车渐渐驶离黄公,裴员后双目紧闭 默不作声,轻英忍不住偷偷瞄了一遍 三皇子笑道,想看便看 基于本王美色的,你也不是第一个 轻英害羞的别过头,我才没有 心想,这人怎么这么自恋 轻英撩开车帘看向外面 竟然发现一个和他们一模一样的马车 轻英下意识的道,殿下,这是 三皇子连忙上前挡住帘子 路途遥远,休息会儿吧 轻英隐隐感觉到,有些不对劲 为什么这套手法,他要在出宫之后才做 三皇子似乎藏着许多秘密 也许不问,才是最好的选择 马车慢慢地朝着南方驶去 接下来的日子,倒是很平静 一路上,轻英总是在看书 看着手里的书,轻英总是怀疑 以前在藏书阁的时候 不知不觉中,一旁的三皇子问他 不多睡会,路还长 轻英一惊,殿下,你醒了 三皇子摆了摆手,过来靠影 轻英往后缩了缩,奴婢不累 多谢殿下关心,三皇子一脸坏笑 你很怕本王,不,不是 是,是这马车晃得有点晕 务必怕不小心吐了就不好了 三皇子坏笑着上秦 本王让你清醒 轻英吓得连忙后退 殿下,务必已经 是吗,本王倒也觉得有些晕 轻英一头雾水,心里还在响了上夜 三皇子却直接赢了上 凉凉的宝唇,紧贴着轻英 轻英想拒绝,身体却根本动不动 三皇子调侃到,嘴上说着 不要,胸口却起伏得厉害 轻英又羞又老,低着头说着 可他怎么说,三皇子都有话 怎么办,说什么,总能被他说要 殿下,务必是伺候您衣食的 哦,那就伺候我吃,我饿了 轻英轻喘着,殿下,请放开 务必去帮您弄点吃的 三皇子笑了笑,不仅没有松支 反而大力抓住轻英说道 本王,想吃你 小宫女看似单纯,轻透如白纸 却把内斗之士看得如此透明 三皇子坏笑着上起 一把抓住轻英的脚腕 轻英如同一只受惊的小兔 无助又可怜,心中不断思索怎么办 三皇子看着轻英的模样笑了笑 你该不会再想,怎么办吧 没等轻英说话,一把将轻英压在身上 满是命令的语气说道 张子,此时,外面侍卫出声道 三殿下,属下有钥匙笔报 裴元昊微微猝眉,抬起头 说,刚刚传来消息 马队覆灭,替身身亡 什么,难道 裴元昊之前的那一批马队,全都 轻英心中一惊,急忙抬头看向裴元昊 三皇子却并没有露出惊讶的神色 只是冷笑了一声,难难道 他动手,倒是快 这句话,他说的声音很醒 但轻英与他近在咫尺 每一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 他对外面道,下去领赏吧 谢殿下,那人说完便侧马离开 裴元昊慢慢地低下头 冷横道,真是扫兴 轻英苍白着脸问道 殿下,那马车是不是代替我们 三皇子点了点头 是的,害怕了 轻英轻轻地点了点头 我们不过才出城几月 如果不是殿下预先准备的话 现在已经 三皇子笑了笑 你现在的样子,比刚才可冷静多了 你知道,是谁要害我吗 轻英咬着下唇,过了很久 轻轻道 是,皇后 三皇子挑了挑眉吗 有些意外地,看了眼睛晕 你怎么看出来的 轻英低下头 我一直觉得奇怪 皇后娘娘躲过了下领的事情 却没有一点幸免于难的情绪 反而很不高兴 而且,此事发生在上阳宫 皇后却让殿下来审案 这不像是皇后这么精明的人会做的事 直到洗水花的出现 将一切线索指向南方 我猜整件事,其实就是一个局 三皇子看着轻英笑了笑 心想这丫头分析的倒是很透彻 随即问道 那我这男下,还是被设绝了 轻英脸上闪过一丝不安 这也只是女币的猜测 将南报客众多 即便殿下在路上遇刺身亡 也不无可 三皇子内心窃喜 看来我还是捡到保密 于是凑上前 既然你猜到这么多 为什么你只怀疑皇后呢 女人心中中意 男子却不自知 还在男人面前 极力维护其他男子 三皇子拿起一旁的书籍 这位你不怀疑 想除掉我的人 他才是第一位 轻英立声道 不,不是太子殿下 为什么 太子殿下 待人温和善良 不会往自禁母亲碗里放肚 一定不会是他 三皇子放下手中的书 俯身凑上前 眼眸中尽是冷裂 你这么相信他 这我可就伤脑筋了 随后一把抬起轻英的下巴问道 你喜欢太子吗 轻英被问得一头误认 喜欢 我喜欢太子吗 他自己也不知道 只能又羞又尴尬地说着没有 奴婢只是一个下人 怎敢基于太子 哦,是吗 三皇子显然是不幸的 轻英又说道 是的 况且 太子殿下 身边已经有那么美的太子妃 三皇子笑了笑 黎珠啊 也是 有他在身边 也够太子享受的 轻英听出了这话 绝不是字面意思 而且 三皇子的表情 也很是古怪 殿下 你与太子妃相熟吗 三皇子谋色一领 从小认识吧 随后没再作争 气氛一度陷入沉寂 轻英疑惑 太子妃难道实不能提的话题 他们之间是发生过什么吗 轻英不由得难过的别过头 我只是个奴婢 皇家的事情 和我又能有什么关系 轻英岔开话题 殿下能想到 准备另一样程 就是料到了 这是一个阴影 为何还要难下 三皇子没有作声 轻英别过头生气的 根本就不过我的安慰 我很惜命的好不好 三皇子饶有兴致的 看了一眼轻英 发笑道 刚才本王说饿了 轻英心中一惊 立马起身道 殿下 奴婢这就去帮你准备武善 没等站起来 就被三皇子一把按了 我说了 今日的午膳 是你 随后一把将轻英 拉入坏中 轻英红着脸挣扎着 殿下 不可以 三皇子低头 秀了秀轻英的反思 老是殿下殿下的 叫个不停 看来 你比本王还急啊 边说着 手也开始忙活了紧 轻英脑子一片凤白 怎么办 怎么说都不对 看着轻英呆呆的样子 三皇子笑了 既然你不想主动 那只能心服本王 随后深吸了一口气 就是这个味道 跟那天一样 轻英心中一惊 身体不住的颤抖 难道他知道 那晚是我了 即便这样 轻英还是识口否论 我不是 三皇子一脸宠义 乖 好好配合 这次 我会很温柔的 堂堂一国皇子 不仅出门就遭暗杀 如今更是直接遇上山子 轻英意识到 三皇子要来真的 心中顿时 有些慌乱 三皇子还在调侃 你的身体 已经回答我 别紧张 放轻松点 本王还没来真的 轻英浑身贪乱 一点力气都没有 任由三皇子热烈的邪 就在这时 外面突然响起了 一阵剑柄成丝 马车剧烈的摇晃 停下 一个张庞的笑声 传入碗中 此山是我开 此树是我栽 要从此路过 留下满路前 山斐 轻英抬起头 看向了裴元号 却见他的脸上 仍旧没什么表情 但那双眼睛 竟然充许变红了 这个时候 打扰本王 你说 本王该怎么弄死他们 说完 一把撩开了帘子 向外走去 轻英松了一口气 他们倒是救了武 差点就人信了 三皇子满脸杀气 侯爷不回道 你在这里等我 轻英大惊 殿下 你要亲自去 殿下惊欲之身 三皇子一听 冷冷道 放心 本王未曾有败景 轻英一时无语 这人真是无时无刻的自信 马车的前面 十几个镖形大汉 堵住了去 其中一个 身材壮硕如山 眼中满是贪婪的神色 小子 交出钱来 老子就饶你们不死 三皇谋色一领 给人一种深入骨髓的汗 你 也配 那大汉愣了一下 半赏才反应过来 狠狠骂道 老子不配 看老子今天不把你坐着 他说着 突然一顿 目光落到了 裴元昊身后轻英的身上 居然还有个小美人在里 三皇子眼神突然变得 上前挡住轻英 那大汉猛地 抡起手中的大把刀 狠狠的一挥 指挥着周围的山 给我上 把那个小白领过 裴元昊冷冷地 看着眼前这个场景 身旁的侍卫道 主人 您请后退 三皇子丝毫没有动容 冷到 一群鼠辈而已 给我把刀 三皇子拔刀一挥 眼神静止杀了 山匪立声道 小子 现在求饶还来得紧 三皇子冷笑一声 哦 是吗 一时间 官道上一片刀光剑影 山匪还在放狗话 把你的钱 还有那女人留下 老子留你一条命 三皇子一脸不谢 你是什么东西 就赶来我面前撒野 这一句话 彻底的激怒恶荡 旁边的山匪 也目入雄光 纷纷道 报老大 别跟他们废话 杀了他 就是咱们做这一品 本来也是 瞒着黄爷 要真留了活 让他知道 就麻烦了 三皇子眉头一皱 黄爷 黄爷是谁 堂堂皇子 竟被一路追杀 打斗之际 竟然连一个小公女 都保护不好 三皇子立声问道 黄爷 黄爷是谁 报老大 您笑着上前挥刀 你不用知道 去死吧 三皇子谋色一语 那你们留着 也没用 随后一转身 抬手放到左边 顿时一阵惨叫声响起 数十人阴声倒闭 有埋伏 轻英睁大眼睛 看着眼睛的一切 他果然不像表现的 那么狂妄 早就有安排了 那么他刚才 只是想套话吗 正想着 马突然开始躁动起来 发出了震耳欲聋的长丝 扬着马 轻英被马车晃得一个 猎劲 三皇子急忙回过头 一看到这情景 眼中也闪过了一丝恶人 该死 给我拦下 手下立即上马 去追赶马车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马匹迅速地往回 跑出了好远 山匪见情况不妙 立即下令车退 轻英在车厢里 只能抓住窗框 才能稳住了身形 轻英 想了想 不能这样 必须想办法让他停下来 轻英试了两次 终于抓住了江绳 心中一喜 急忙用力地往后拉 停 快给我停下来 终于在轻英的努力下 马匹慢慢地镇定了下来 终于停了下来 轻英长长地松了口气 整个人都要虚脱了 这下 只要等裴员浩他们的人过来 起身一看 映入眼眠的场景 却让他又一次陷入了 是山匪 那些山匪 山匪一看到轻英 脸上立刻露出了惊醒神色 没想到你也逃到这里了 既然如此 那就跟着爷回去 话音一落 立刻扑上了轻英的马车 一把抓住了轻英 立时赶上马车架 轻英又惊又怕 你要干什么 说着便和山匪争抢僵绳 不要 你们放开 走开 轻英用力地挣扎撕打着 那人发火了 狠狠地打了轻英一枕 轻英只觉眼前一黑 慢慢地失去了知觉 山匪冷风道 总算没白毛 女人被山匪抓住 关键时刻 竟然被山匪头子 保住了轻英 轻英再度醒来的时候 眼前一片漆飞 是黑夜里吗 这里又是哪里 轻英心里 隐隐地升起了一顶不安 被山贼打晕之后 就没印象 正疑惑着 耳边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 宝哥 看来那个小白脸 来头不小了 居然连铁甲青旗都出来帮他 咱们死了这么多兄弟 居然什么都没唠到 万一黄爷知道 一听到那恶狠狠的骂声 轻英的心立刻揪紧 是那些山匪的声音 看来这是他们的老巢 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 逃 一定要逃走 轻英哆哆嗦嗦地伸出手 在黑暗中摸索着 想要离开 可刚刚一伸手 就碰到了一个东西 只听哐郎一声 那东西摔落在地 一个人大喊道 抱老大 那个女人醒了 熟悉的粗狂的笑声 在耳边响起 醒了 醒了就好 醒了就让老子乐呵乐呵 你去外面守着 说着 一步步走向轻英 一把抓住 放开我 你放开我 轻英拼命地呼喊 撕打挣扎 却始终也敌不过 这个人的力气 抱老大坏笑着 乖乖听话 也就对你温柔点 轻英挣扎着 想到推开 却扑了个空 抱老大看着我 一下子僵硬的模样 怎么 你是个瞎子 我是个瞎子 我瞎了 就在轻英震惊不已的时候 耳边响起了 那个人的吟笑 瞎子 这里可没人会救你 轻英挣扎着大喊 却无济一世 不 不要 放开我 放开 依附撕扯的声音就在耳边 轻英害怕 难过 此时 他的心里 只能想一个人 殿下 救我 就这时 外面突然又跑进了一个人 气喘吁吁地道 老大 不好了 谁让你来的 没看见 我们正在 老大 出事了 什么事 王 王爷上山了 什么 女人被山粉抓走 不仅被打得失明 还险些失了轻 一听王爷上山了 豹老大的声音 在这一刻都变了 怎么回事 王爷怎么会上山呢 也不知哪个龟孙子 多了一句嘴 王爷知道了 咱们做的那件事 立马就上山了 这下可麻烦了 豹老大 想了想 忙吩咐的 把他给我绑起来 是 那些手下一听 立刻冲过来 七手八脚的 将我绑了起 轻英心里 还是心有余计 幸好王爷来了 否则今天就 不过 王爷试试 屋外 一个红发男子 背手而立 王爷 听到声音 王爷转身谋色一礼 豹子 你知道我为什么来吧 豹老大的声音 不再像之前那么凶狠 带着笑 还有说不出的心虚和谄媚 黄爷 黄爷大驾光临 小的们拜见了 过了好一会儿 黄爷立声道 豹子 你好大的胆啊 豹老大扑通跪地 黄 黄爷饶命啊 小的们知错了 只是小的们 实在手头紧 黄爷谋色一沉 手头紧 既然这样 强了我 为何还要强女人 豹老大惊出一身冷汗 强女人 没有啊 黄爷 小的们都知道 这是您的忌讳 小的们怎么敢 黄爷眼神很烈 哦 是吗 说着便往旁边的房间走去 豹老大心下一惊 却也不敢走 只听哼的一声 门被黄爷打开 只见青鹰被绑着 蜷缩在地上 黄爷一惊 是你 说吧 必把将青鹰抱起 喂 听得见吗 豹老大心下一沉 黄爷 你认识他 黄爷冷冷的 见了 人我带走 欺骗我是什么下车 你也知道 豹老大早已吓出一声了 心想着 不会吧 这要求 完了完了 这下真的吗 片刻后 三皇子终于逞过来 手下搜遍了所有屋子 只找到了一块布铃 三皇子皱了皱眉 这是青鹰的衣 豹老大被手下压了 三皇子一把抓了过来 立一声 被你抓来的那个女人 豹老大颤抖的声音道 黄爷带着他 三皇子眸色一沉 呵斥的 说 他们去哪里 女人被山鬼抓走 等男人感到时 早已不知踪 三皇子看着豹老大呵斥的 我劝你早点说 免受皮肉之 豹老大早已没了之前的气势 杀了我 我动了那个女人 黄爷一样 不会放过 三皇子立时变了脸子 你动了他 豹老大一领不利 看你这么紧张 他是你想好的呀 三皇子一听 眼里尽是很利 该死 说话间 手起刀弱 走 把这里烧了 一瞬间 大火照亮了整个眼 立刻给我去查 人被带去哪里 三皇子皱了皱眉 心中有些不安 竟然会出现这样的疏忽 青鹰若有任何不测的话 想到这里 三皇子勒紧僵手 快马加鞭赶路 另一边 当青鹰再一次睁开眼睛的时候 眼前却有一点淡淡的光影 从黑暗中透出 这是光 青鹰心中一阵狂喜 我能看见了 一个很苍老的声音 在耳边响起 姑娘 你醒了 青鹰坐起身子 感觉到一道影子 从眼前轻轻一动 现在 你能看见多少 青鹰竭力地睁大眼睛 看到了一个模糊的人影 于是轻轻道 有一些影子 幸好你的瘀伤不算严重 老朽也尽力了 说完 这个人影慢慢地起身 朝着旁边拜了一下 黄爷 老朽试完这一次针 这位姑娘的瘀伤 就好了十之七八 剩下的 就该尽量 等瘀血散尽 就不会再有答案 多谢 屋子里想起了 另一个人的声音 依旧是冷而硬 不带多余的感情 青鹰愣了一下 年轻男子 就是黄爷吗 模模糊糊地看不清 青鹰用力揉了揉眼睛 想看清楚 黄爷已经走到了他身边 一把拽住青鹰的手腕 你这样的揉 是不会好的 青鹰朝着声音 传来的方向 是 黄爷吗 黄爷居高临下地看着青鹰 淡淡地奔了一声 青鹰朝着他遗憾伤 笑了笑回道 多谢救命娟 黄爷这才反应过 当时去狱中 见要拢戴了面杀 他应该不认为自己 随后松开手说道 多休息 青鹰点头应下 但总觉得这声音有些熟悉 好像是在哪里听 黄爷刚走到门边 青鹰就听见有人来抱 黄爷 杨州府那边 敌讯 话没说完 黄爷打断道 出去说 青鹰不禁疑惑 杨州府 这个黄爷到底是什么人 女人被山匪抓走 却意外通过自由 可自由了却高兴不起 青鹰听着外面的对话 不禁怀疑起黄爷到底是什么人 可转念一想 又摇了摇头 希望这一切 不是做梦惨 几日后 青鹰已经能自己穿衣梳洗 只是看人的脸 还有些费劲 姑娘 你今天醒得到早 青鹰笑了笑 多谢你 小二哥 姑娘 你的眼睛见好了呀 青鹰接过饭菜 还有一点多 请问黄爷来了吗 黄爷啊 他昨夜就走 什么 他走了 青鹰大吃一惊 那见小二点点头 嗯 黄爷说他有事要去办 不会回来了 床头有一样东西 是留给您的 让您一定要看 说完 朝着青鹰一哈腰 便转身走了出去 青鹰慢慢地走到了床边 摸到了一个鼓囊囊的布包 里面传来了当当当的声音 是 银子 青鹰摸了摸整整一包的碎银子 虽然都是小钉 但加起来少说也有五十两只具 这可是一户中等人家 一两年的开销啊 青鹰一时间回不过神 傻傻地待在原地 眼前一片萌雾 指间颤抖着 妈撒过那些遗地 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 在心头翻涌着 这一刻 青鹰突然意识到了一笔 手上有这样一笔钱 而且 他已经出工了 也就是说 他自由了 青鹰立马转身 就要去找店小伙 小二还没走远 听见喊声 回头看了 青鹰摸索着出门 小二哥 我想离开 去哪里接房钱 说话间 却被门槛绊倒 小二大不上前 小心 姑娘 你眼睛不方便 不要着急 青鹰刚大地笑了些 抱歉 是我太心情 小二将青鹰扶起 姑娘 你有什么事 交对我去办吧 我想去接房钱 小二愣了一下 房钱 王爷早就接过 预结了半年了 姑娘为什么要走呢 青鹰心中一惊 预结了半年的房钱 是担心我的眼睛 无法复明 才这样 为我安排的 心里又涌起了一股暖流 让青鹰有些狗烈了 谢谢你小二哥 那我走了 那小二顿了一下 又急忙上来扶着我 说道 姑娘 你的眼睛不方便 要去哪呢 去哪都好 青鹰心里欢悦的 像只飞出牢笼的女 她盼了整整武 终于等到了今天 她出宫了 她自由了 就在这个时候 青鹰的耳边 忽然响起了女儿的声音 青鹰 毕恭共主 要你从南方平安地回来 出宫大社的名单上 才会有我的名单 青鹰 你 你会回来吗 女人终于逃出皇宫 获得自已 可一瞬间 一盆冷水 浇灭了希望 有人 还在等她回去 青鹰神色暗了下来 刚刚的兴奋 无复存在 鱼儿还在等着青鹰回去 青鹰一下子心都凉透了 脚下的步子 也停滞了一下 旁边的店小二 看她这样 不无担心地说 姑娘 你是不是不舒服 青鹰慢慢地抬起头 勉强地 对她做出一个笑话 我 我心很乱 我想自己走走 店小二 见她这样 很是担心 你要去哪 要我陪着你去吗 青鹰有些意外 定定地看着她 这 店小二见状 连忙解释 啊 姑娘不要误会 又听见那店小二叫道 这是一封客栈 我叫刘三 皇爷吩咐过 要好生伺候姑娘 青鹰就这样 看着刘三 待至了几秒 这样的温情 在那冰冷的皇宫里 求知不得 刘三有些不好意思 感觉自己刚刚 可能有些唐突了 青鹰微笑着道 那多谢你了 刘三兄弟 还有 我叫月青鹰 你就叫我青鹰吧 大街上车水马龙 人来人往 前方一阵喧闹的声音 好像有很多人都聚在那里 青鹰好奇道 扬州原来是这么热闹的地方 刘三解释道 也不是天天这样的 大家高兴是因为 古牙山上的山匪被剿灭了 青鹰心中一惊 就是劫持她的内务 刘三继续说着 这火山匪早该如此 要不是看在皇爷的面子上 皇爷 青鹰有些意外 急忙问道 皇爷 他和这些山匪是一谷的吗 刘三一愣 很诧异 青鹰会这么 随后解释道 不是的 皇爷他可是咱们南三省 七十二道水路总调罢的 非道和白道都为之如谷的 青鹰一时间 震惊的都有些死不过 过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 问道 你们刚刚说看在皇爷的面子上 又是怎么回事 皇爷自从上马也 倒是把这些山匪水扣 管得严严实实的 和府补衙山的这一幅山子 穷凶极恶 扬州城里的人 没少吃过他们 要不是看在皇爷的份上 官府早就动手了 原来是这样 难怪那个豹老大 对皇爷如此尽快 那是皇爷剿灭了这些山匪 不是 是谁 刘三顿了顿回道 听他们说 好像是铁甲青旗 亲自去查 青鹰低头思索道 心中谜囊着 铁甲青旗 难道是三殿下 人心中欣喜难 却不自知 即便恢复自由身 却一点也高兴不起 刘三兴奋道 对了 今天晚上 周府还要放烟花镜住 青鹰姑娘 要不要去看 刘三边走边问 却发现 青鹰并没有跟上来 回头一看 就见青鹰一个人 低头发呆 刘三叫了好几遍 青鹰都没有走 于是上前拍了拍 青鹰姑娘 你怎么不走了呀 青鹰这才回过神来 我突然想起个人 走神了 抱歉 你刚说什么 刘三刚要说烟花的事 就听身后走来 两人抱怨道 这两天累死了 听说京城来了大人物 让我们三班岛的执情 是啊 听说还派了铁甲青旗 剿灭了虎牙山 牢房那边的兄弟还说 那些山匪都被抓起来 严刑拷问 也不知道要问什么 青鹰心中一惊 严刑拷问 是他在找我吗 如果真的是他 高调形势 必然会暴露自己的行踪 青鹰不由得担心起三皇子 那些没有成功的刺客 必然会 哎 自己竟然关心起他的安危了 随后转头 对刘三说的 我们回去吧 刚走就听那两人道 今晚的烟花大会 那个大人物也要来 赶紧打起精神执情吧 今晚有的忙了 青鹰突然有些沮丧 没有找到我 他会不会以为我死了 这样是不是正好可以 跟他彻底断了 夜晚 烟花在空中绽放 青鹰的眼睛 看得越来越清楚 不知不觉中 竟走到城中央 突然 身边的女子帮呼道 快看上来 青鹰抬眼看去 心中一惊 三殿下 竟然是他 我终究 还是逃不开你吗 旁边的女孩 一脸花痴 那是什么人 好像画上了神仙 不对啊 神仙也没他好看 青鹰听着他们的赞叹 心中有种莫名的失误 神仙 也许吧 神仙都是那么遥不可及 好美啊 烟花照耀在上方 不知青鹰是在说烟花 还是说三皇子 不然 青鹰一愣 三皇子好像也在看着这个 青鹰连忙低头 淹没在人群中 刚才视线搞不对手 离得这么远 他也不可能看得到你 何况 周围很有动作 青鹰慌乱的 想要赶紧离开 刚一转身 就看见一群非裔人 宁了什么 不好 是刺客 彼此同时 三皇子也从阁楼走不下来 青鹰直呼不好 威胁 殿下 有刺客 别过来 女人为了救心爱之人 竟然将银子抛向天空 三皇子在人群中 努力寻找了青鹰的声音 找不到便焦急的大喊 略青鹰 是你吗 而这一喊 也让刺客知道了三皇子的位置 眼看三皇子就要走过来 青鹰急得一身冷汗 就在这千军泥发之际 青鹰从怀里掏出袋 朝天空猛的一撒 有银子 青鹰大声的喊了起 几十钉碎银子 像是急语一样 红天而叫 立刻有人大叫了起 什么东西 银子 是银子 有银子啊 快捡 一时间 周围人全都俯下身去捡银子 而他们这一俯身 那几个司机朝着裴元号 走过去的刺客 就突兀地站在了人群中 裴元号也停下了脚步 震惊地看着青鹰 月青鹰 你果然还活着 他们是刺客 小心 青鹰的话音刚落 三皇子身后的那些护卫 也反应很快 立刻冲上来 挡在了裴元号的面前 手中的刀剑 齐齐出窍 顿时寒忙刺眼 杀气逼人 有刺客 保护 主人 周围的那些老百姓 已经来不及捡银子 一看到刀剑 全都吓得如鸟受散 半晌 三皇子的目光 慢慢地移向了青鹰 冷冷到 过来 声音不大 却带着不容抗拒的霸道 青鹰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 三皇子的眼中 突然涌起了一丝怒力 可就在这时 他的背后不远的地方 一个刺客猛地踢开了虎 举起长刀 朝着他杀了过来 而他这一失神 也没有失神 不要 眼看刀尖就要刺进他的后背 青鹰大喊了一声 急忙扑上去 挡在他的身上 长剑划过青鹰的胳膊 鲜血刺剑 青鹰 三皇子见状一声怒 刺客冷哼道 你话有心情担心敌人 一起去死吧 此时一刀金光闪过 皇爷快速上前 好强的力 那刺客睁大眼睛 一脸的不可置信 三皇子一惊 谁 那不是我的人 皇爷一用力 一掌鸡飞刺客 三皇子看着受伤的青鹰 你没事吧 青鹰强忍着疼痛 殿下 我没事 此时 衙门的人也赶过来 见此情景下的发怒 公子 公子无恙了 公子还是先回府 三皇子掏出手帕 细心地给青鹰包扎 青鹰有些害羞 殿下 三皇子突然立声道 下次不准这么沦门 裴元昊疑惑道 是 心想 难道是刚刚出手相助的人 公子 本府为公子引荐 洪文泉急忙陪笑道 这一位 就是两江商会的会者 黄天霸 皇爷 一听到这个称呼 青鹰的心 都一下子提到了喉咙口 急忙抬起头来探向他 没想到 这就是我的救命恩人 还以为是山匪长相 没想到如此俊秀 三皇子挑了挑眉 皇爷这个奉民 可是深圳南北的 客气了 不知这位公子是 那只州急忙上前道 皇会长 这位是京城来的元一出 元公子 幸会 幸会 两人相吃一笑 那画面看起来端视美好 实则每个人的喘息中 都还透着浓浓的杀气 裴元昊说道 刚刚皇爷落了一手金雕的公子 十分了得 看来皇爷也是个恋家子 雕虫小戒而已 皇天霸道 倒是这位姑娘 临危不惧 舍身相救 多有胆量 令在下十分佩服 说着 转头看向青鹰 微笑着道 姑娘 可还记得我吗 青鹰郑重地朝着 她行了一个大 手之劳而已 这时 裴元昊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何时的是 青鹰不由的心里 微微地有些发展 急忙乖乖地回答 前些日子 在马 古牙山上 她的目光一闪 这么说 你早就回扬州城了 青鹰不知道 她为什么会问这些 有些懵懂地点了点头 可一点头 就发现她的脸色也是不好看 沉默了一会儿 就听三皇子问道 这些银子哪来的 这些都是在下边的 一旁的皇天霸 淡淡地开 不知为什么 裴元昊的脸色 更淋浴了几个 两个人剑拔弩张 一时间分为有些紧张 这个时候 一旁的红温泉 倒是很会察言观色 急忙凑上来说道 两位 刚当那些刺客 也不知道 还有没有什么凑点 留在这儿 总归不安全 还是先回组去 再细谈吧 两个人都点了点 刚转身要走 皇天霸的目光 落到我的肩膀上 突然一震 道 受伤了 没事吧 青鹰勉强做出一个笑容 没事 话刚说完 那阵疼痛 又加重了几 而且痛处中还夹杂着 一点火烧 一般的炙热 慢慢的被那道伤 蔓延腹 挥一块 我整条手臂 好像都被一堂 治疼 越来越痛 顿时我的脸色一变 裴员昊一见我的样子 也感觉到不对 青鹰 你怎么了 裴员昊一见青鹰的样子 也感觉到不对 青鹰 你怎么了 痛 痛 青鹰颤抖得越来越厉害 整个人被痛得 几乎都站不住 裴员昊一见此情景 急忙一伸手 便扶住了青鹰 青鹰 三皇子大声骂 青鹰 可青鹰已经完全没有力气活 这时 黄天霸也走了上 低头看了看我的样子 看了探麦 面色凝重的道 他中毒了 话没说完 两个人对视了一息 却好像都意识到了什么 裴员昊一伸手 将青鹰一把横抱起来 一边朝周府里 急步走去 一边大声道 传大夫 让他们立刻来见我 看着三皇子焦急的样子 皇爷不禁疑惑 这原公子 到底是什么人 青鹰已经被剧痛 折磨的神智患子 不停地发出破碎的哀鸣 好痛 好痛 谁 谁来救救我 三皇子咬着牙 声音带着比严冬更冷的寒意 不管用什么法子 我要他活 枕脉 试针 惯药 足足忙了一宿 那种被火焰炙烤的痛苦 他稍稍地减退了一些 青鹰依稀感觉到 自己是从鬼门关上 减回了一条命 青鹰在暖意融融中 慢慢地睁开了眼 一睁开眼 就看到了一张熟悉的 却又陌生的脸 裴元昊 他就这样静在眼前 眼下还有一团阴密 带着淡淡的眷入 青鹰抬起头 看着那张静在咫尺的面 一时间有些恍惚 三 三殿下 天啊 我怎么会躺在三殿下的怀里 见青鹰醒来 三皇子淡淡的 醒吗 青鹰一时有些慌乱 不知说什么 殿下 我 话没说完 腰间被三皇子一把了 还没等青鹰反应过来 三皇子已经低下来 一下子滚住了青鹰的头 青鹰惊恶地睁大了眼睛 殿下 你 嘘 别说话 月青鹰 你让本王担心了一整网 青鹰惊着说不出话 他没想到 三皇子竟这么关心 正想着 三皇子的唇 再次赢了上次 伤口是还没好吗 身体怎么这么好 青鹰 你是真的醒了 对吗 青鹰害羞地低下头 殿下 你不必醒了 三皇子唇角一勾 太好 让我好好感受一下 你的温度 昨晚 你的手变得好冰了 女人一次次沦陷在 男人霸道攻势 却又一次次 在关键时刻恢复一致 青鹰整个身子 都瘫软在三皇子里 本王更喜欢 你现在的温度 你是不是在呼唤本王 想要试吗 青鹰想要挣扎 可全身没有一点力气 根本就不听使唤 三皇子安慰着 放松你 本王会很小心 配合我 青鹰有些慌乱 怎么办 竟然抗拒不了 顿时 三皇子的手指 竟无意地划过了青鹰的伤口 一阵剧痛 突然袭来 青鹰恍惚的神智 一下子清醒了过来 青鹰用力地 推开了三皇子 不要 三皇子睁大眼睛 看着青鹰 青鹰也有些惊慌无措 三皇子的目光 突然变得很深 约青鹰 讨厌本王 青鹰历时才反应过来 有些害怕 窃窃地开口 殿下 奴婢 解释的话还没说完 三皇子一晕 有些向后倾倒 梅宇坚能看着三皇子 有些不适 殿下 你没事吧 手缠着绷带 他也受伤了 店 青鹰刚要询问 三皇子冷冷的 没事 你先休息吧 最后头也不回 直接开门 青鹰明显感觉到 三皇子整个人都在颤抖 看着三皇子离去的背影 青鹰竟有些担心 难道他受伤了 是怎么伤的 想到这 青鹰又有些失误 他是电影 自己只是区区一个病 他只是一时心急 黄家人对感情 不可能认真的 我不是应该最清楚得过的吗 片刻后 一个带笑的声音 在门口响起 姑娘 你醒吗 青鹰看着他 有些疑惑的 这个姑娘 你是 我叫如月 是来服侍姑娘 对姑娘 我也是个奴婢 不是小姐 我知道 可冯大人就是让我来服侍你们呀 红文权 杨州府的知州大人 青鹰心里不紧 他这又是超门的一出 等又完了早点 有人轻轻敲了敲门 青鹰姑娘 否计了吗 抬头一看 居然是红文权 我急忙起身 朝他行李 奴婢拜见红大人 免礼免礼 他哈哈的笑着 微笑着道 不知如月他们不是姑娘 我还蛮 我捡了点头 他们对我很好 你买意就好 何欣意就好 青鹰仍旧沉默着看着他 知州大人 为什么对我一个闭蜜这么热气 红文权又说道 青鹰姑娘 这次扬州的这些事 经了三殿下的家 赶请姑娘跟殿下说了什么 缓着点说 本官就敢记不尽 青鹰一惊 看来是行 让自己帮他为昨晚的事求起 红大人 您恐怕弄错 青鹰只是一个闭蜜 走我这条路 您是不是弄错了